這首歌喔 我這麼痛的人 我不知道這首歌 你知道嗎 孟達知道嗎 你也不知道嗎 親答啦 親答啦 無論如何答 綜藝節目 我愛冰冰秀 由藝人白冰冰 楊帆搭配台藝線共同主持 美極邀請不同來賓來唱歌 培養不少年長觀眾 美極鎖定 第二首歌 男女對唱 可以選我 我可以選我 這首歌 我跟妳學唱歌名要改 改什麼 妳最花貴 節目裡不只有音樂 聊天內容也讓觀眾都笑呵呵 FB有近四萬人追蹤 貼文幾乎上千讚 看得出人氣超高 現在卻疑似爆出版權爭議 你今天三文人贊助的嗎 不不 你自己買的真正是贊助的 不好意思 千隨意說我可以拍字幕嗎 我都聽不懂 我都怕字幕 就是因為大量演出歌曲 一絲引來著作權團體 追討費用高達6000萬元 傳出電視台不堪附荷 已經停捧兩週 節目還可能因此收攤 因為我之前為了去南京 我有先錄了一些存檔 評分我覺得好像也很正常的事 因為對呀 我就是要出國了 而且要去一個月 而針對版權正義 白冰冰表示 她不清楚需要詢問製作人 另一方面 電視台接稿前沒有回應 但也被發現 有13萬訂閱的YouTube頻道 只剩一支四分多鐘影片 不確定是否與此次事件有關 smelled 無露偏峰連夜與先前主持群台 一線啊文 還被養壽會影射到處借錢 引發軒然大波 如今又有版權費爭議 製作單位苦惱外 觀眾也擔心未來沒秀可看